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里面放的就是一些非常珍贵的药材 可能咱们图像当中显示的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药房当中的形象 我知道实际生活当中咱们现在很多老百姓的家里面也有一些小药材 随时随地用起来就可以帮助我们调整身体的毛病 你比如说今天我面前也给大家准备了三位药 是什么 先给大家翻起来看看 先看第一个是 很名贵的人参 当然有野生的 也有现在养殖的 养殖的就便宜很多了 再来看第二个是 西洋参 这个大家现在有在用的吗 有 有在用 再来看第三位是 黄芪 这个大家听过吗 听过 也都听过 那可能这三位药呢 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或者是用的 对 但是到底用的对不对 在节目当中咱们得和大家好好说一说 首先得确定一点 这三位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菜子你知道是什么吗 好 说 怎么个好玩 应该是会让我们更加有底气 这三位药材呀 可能都有这个补益的作用 而且针对的是补气这个方向 大家说他们两个说的对不对 对 对 大家都同意 掌声来鼓励一下我们场上所有的观众 大家回答是正确的 他们共同的作用呢 就是能够补气 但是现在新的问题又来了 那有的时候啊 比如说您想探望一个在医院住院的病人 或者呢是老人家体质一直比较虚 卧床不起 这个时候咱们要选择这个中药材 来作为礼品送给老人家的话 用哪一位呢 看看大家是否能选对啊 来看第一题 我们来看啊 对于久不体虚的人 这时候咱们适合用哪一位药材来补气 就在这三个药材当中来选择 你觉得是人参黄旗还是西洋参 请大家做出选择 我知道人是说很猛 就是好像它的药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我特别同意这一点 对 我觉得就对那种酒病体虚的人来说 太猛的东西他可能接受不住 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是西洋参会更中性平和一点 好 那咱们来看看大家的选择如何 大多数观众选择的是西洋参或者是黄旗 那到底我们的中医的专家会推荐给大家用什么样的药材呢 尤其要点到 在生活当中您用这么多的珍贵的药材是否用对了 还是要请教一下 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高思华教授 欢迎高教授 您好 大家好 欢迎 您好 您好 如果要请您对一个不探望病人的这个人来说 您会带哪一位药材去看病人呢 我可能会选人参 人参 对 为什么带人参啊 您可能在家里这境况特好 是吧 选最贵的 不是 因为它最贵 其实有的时候西洋参比人参可能还贵 但是关键是西洋参和黄旗 它在补须的时候 黄旗偏离走表 人参是逐补五脏 它心肝脾肺肾五脏都补 它管的范围这么大 对 所以它大补元气 五脏平和才能够百病不胜 那咱们待会慢慢和大家讲一讲 这三位我们说以补气为主的这个中药 究竟该依据什么样的场合 什么样的条件 咱们准确地来使用它 好的 好 先请您来坐 高教授 那咱们得看一下 刚才高教授推荐的是用这个人参来调补五脏之虚 而且是很久之后产生的这种虚 对人参都能够调 那您在生活当中真的是用到过这个人参 帮助病人来调整吗 当然了 这个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 好 这个也就是在今年那前两个月的时候 还是天还比较热的时候 我有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 他告诉我说他感冒发烧二十多天了 现在呢体温不是很高 也就是在三十八度到三十八度五之间 这要烧这么长时间成人可就烧不了 是啊 但是他特别虚 走不动路 然后呢这个要穿 夏天天很热 他要穿两件衣服还觉得冷 当时我就问他 我说你家里的有没有这个人参 他说我家里有人参 还有一根这个野山参的 我说那太好了 我说你就把那根野山参熬了喝了 他当时是很紧张 说我发烧 你让我喝人参 说我本来 因为他平时身体是比较好的 不知道再次是为什么 他说我平时都不敢吃参的 一吃我就上火 这个时候我又发烧 你让我吃参 我说你放心吧 你就熬着吃就行了 他因为他对我比较相信 他就真的把这个参就熬了喝了 结果怎么样 到了晚上就打电话给我 哎呀 说这个真神了 说我喝了人参以后 我体温就降到了三十七度五以下了 就喝了一次 就喝了那一次 马上就降下来了 然后我告诉他 我说你把这个剩下那个 接着等到晚上睡觉以前 你再把它喝了 这个把深夜吃了 第二天就没再发烧 所以过去就好多 我知道就是古代的那个药房当中 它就专门摆一颗特别大的一颗野山参 那叫什么呀 叫镇垫之宝 对 那就是关键时候救命的一个 最关键的药材了 因为这个人参啊 因为在古的时候啊 我们中医在治病的时候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了 现在有这个什么各种抢救设备 有呼吸机 有这个这个什么 心脏起泊器 还有一些可以输血 可以输液 那个时候没有 那时候没有可能 带一些围重的病人 当他打失血 或者是休克的时候 我们就要用人参来急救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 跟着老师在那个 我们这个复苏医院实习 有一个产后大出血的患者 当时这个输血 这个没有这个足够的量 老师就是用这个 让他赶快煮一根这个人参 和叫做喝毒神汤来抢救他 结果呢 结果就抢救回来了 我想问一下高教授 就刚刚除了您说的 就是发烧的时候 或者说您刚刚说的 就大出血的这种情况 还有没有一些日常的症状 或者说应急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人参呢 一般情况下 我们人参还是用来鼓虚用的 脏腹气不足 就表现出自汗气短虚脱 这什么中医的病名 自汗就是说你坐在这不动 它就出汗 这个气短就是 你一走路就气接不上 老觉着气不够喘的 这个时候叫气短 虚脱就是我刚才说 我们这个大热出大汗 然后虚脱了 要休克了就要虚脱 或者是大出血 这个精神马上就萎靡了 马上就要不行 也就要虚脱了 这是从正硬上来说的 你看下面说 这个心衰要神经衰弱 是现代医学的病名 我们现在有好多人 有心衰的症候 就是整天心慌心悸 这个走不了路 就是慢性的心脏病的患者 那么经常吃人参 就可以有很好的效果 像神经衰弱 这个失眠 心烦睡不好觉 最累的都可以用人参 这咱万一真是有这个症状 家里刚好也有这个参 咱那怎么个吃法啊 这也很关键吧 对 这个参啊 一个是我们可以把它炖汤喝 就是我们把它煮了 用一根参 或者说我们现在 有的时候我们买的是一些 药店买回来那个人参 那个影片 切成片的那个 我们用那个炖汤喝也可以 也可以 还有呢 我们可以这个 像一些老年人啊 喜欢喝酒的 我们可以用点人参 来泡酒喝 用人参补气的时候 一般的讲 要配一点补血的药 或者是补饮的药 一块来让它 它才能取得很好的作用 这里是由无限级 独家冠名播出的 健康之路节目 用人参补气的时候 一般的讲 要配一点补血的药 或者是补饮的药 一块来让它 它才能取得很好的作用 所以我们这个方式 你看是用人参 用当归 枸杞子 黄金和黄旗 我们知道 刚才屏幕上已经出现了 黄旗也是补气的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黄旗和人参在这里 是两个补气的药 当归是补血的药 枸杞子也是补血的药 但是枸杞和黄金啊 又都是这个滋补干肾的药 也可以填补肾经 所以就等于是 阴阳量补气血量补了 那这个方式很厉害啊 再加上那个熟地 你看熟地也是补血的药 100克 它也是起补血的作用吗 熟地是补血的作用 也可以补肾 所以这个方式配在一起 是气血阴阳巨补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 这个用到的是 两支20克的人参 然后再加上其他这些 一定系好这个量的药材 放到高度白酒里 2500毫升 这个需要泡多久 才能够真正发挥它的药性呢 一般的讲泡一周以后 也就是一个星期以后 就可以开始喝了 每天可以早晚各一次 25毫升 25毫升 好 对 这样呢 就是你可以一边喝 一边往里头再 再继续往里头续着酒 续酒 因为它泡的时间越久 它这个浓度就越高 除了刚才呢 高教授提到的急症 或者是特别虚的一些症状 以及所有气虚的反应之外 您还得看看您的身体 是不是属于那种 不太适合吃人参的 来 比赵 一下下一题 那您得看看啊 那哪一种人不适合用人参呢 看看您是不是属于这一种 是脸色苍白 舌头发红 还是特别胖的一些朋友呢 看看您属于哪一种 那我们来看看 大家能否分得清楚啊 到底什么样的人 不太适合用 来看一下大家的选择 大多数观众觉得是 特别胖的朋友 或者是舌头发红的 是不是又不太适合吃人参了 哪位观众选择的是胖 请举手示意我 那我们听听51号的观众 您为什么选择的是这个答案 来 这种呢 肥胖的也可能是三高人群 你再给他加点人参 他就更 我感觉更是危险的 所以说他不适合吃人参 好 那我们看看 是不是肥胖的人群 不适合吃人参呢 是不是肥胖 不是 而是另外45位观众选对了 舌头发红 我觉得高教授 首先您得回应一下 我们51号观众提出的理由 我觉得他真的说的特别有道理 三高人群不都是很胖的吗 那万一吃人参吃大的了 会不会不厉害 然后就发生什么危险 对 一般的讲 我们都会认为 胖嘛 就是体内的营养过剩 身体好 是不是 那胖不一定身体好 肥胖超标了 他身体就不好了 所以有的人 肥胖的是可以吃人参的 但是有的人肥胖的是 不可以吃人参的 因为按理说肥胖的人 一般的讲偏于气虚 应该是可以吃人参 但是有的人 他肥胖 他体质仍然是偏热的体质 尤其是有一些代谢综合征 糖尿病 这些患者 他可能有 除了形象上是肥胖 他照样可能出现 阴虚内热 或者是气阴两虚的那种 带有内热的那种体质 只要有内热 往往舌头就会发胡 所以舌头发红 是我们体内有内热的表现 就上火了 对 而人参呢 本身它是一个 肝温大热 补元气的东西 大补元气的东西 如果我们体内 阳气偏盛 有内热比较明显的时候 那么吃人参 可能会出问题 所以我们说 应该是 舌头发红是最正确的答案 你老说出问题 那能出什么问题啊 不就是一上火吗 这上火可不是 可不是小问题 我曾经有一个患者 是一个更年期中和中的 睡觉不是太好 然后觉得这个发力 没有劲儿 然后身上有时候 就是阵阵的这个潮热 但他就听人说了 说这个就是肯定是虚了 他说这个虚了 我就得补啊 他就没明白 我应该补什么 但是听人说 用这个人参炖这个老母鸡汤 这劲儿挺大的 这个喝汤 是挺好 所以他就用人参炖 老母鸡汤喝 结果 喝了没多长时间 原来的那个口干舌道更厉害 然后阵阵的这个潮热 舌头发红 晚上倒汗 身上说一定来来热 马上就来热 就是就出汗 就他更年期的症候更明显了 最后这个找我这来看病 我就给他说 我说这个不错 这个到了更年期的时候 是虚了 但是这个虚 要从中医辩证的角度 你那种是 首先是精血不足 是偏于阴虚 依须有热 热 所以这个时候呢 应该是 补肾 调干 补血 来调整 它这个更年期综合症 你一味地去 用人参补剂 结果补法 所以后来我就 重新给他调整了一个方法 用一个黄莲地黄汤 加上一些养育清热的药 才把他这个病给他治好 除了舌头红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症状 也是上火 我们一般地讲 口干舌道的人 一般是阴液不足 内热的 天生的状态 表现在这个小便 短 小便黄 另外呢 一个特点 当这个阴虚的时候 我们这个 中医讲阴阳是和和的 阴阳是互跟的 还要互相的 这个我牵着你 你牵着我 咱们才能够平衡 如果阴液不足了 这个阳气就容易往外跑 往外跑 中医讲就斜 斜着这个 就斜持着这个阴液往外泄 所以在这个夜里的时候 就容易倒汗 就晚上出汗 晚上出汗 为什么叫倒汗 我们知道 倒就是偷人家的东西 在人家不知道的时候 偷人家的东西 还有一些症状 还有你看 大便干截的人 一般是阴液不足 是吧 表现出为了大便干截 还有内热的状态 另外这个五心凡热 所谓五心凡热 人就一个心 哪来的五心啊 那四心就是手心和脚心 就是从里边觉得热 还有的人就觉得 我这个热 就是从骨头里头往外 蒸那种热 那就是更热了 热到里头去了 这就是阴序内热的 典型的表现 这些表现 都是不适合吃人参 就简单 让大家能够理解 就是你要是经常 容易上火 出现各种各样的 那种热的表现 这个时候就不适合 吃人参 对 这个时候要处得吃人参 就真能处大问题 但是我觉得 有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 就很多比较瘦的女生 只是有的时候 她们就是烧得比较虚 然后又不受补 但是又没严重到 您刚刚受那种 阴序的程度 这种人应该怎么样来 服依自己的身体呢 补气 这个时候 就可以给她点西洋参吃 就又想补 又上火的人 就可以吃一点西洋参 一般的情况下 就是说这个 我们因为西洋参 和人参的这个区别 就是西洋参在补气的时候 偏于氧因 就是气因良补 并且它一般的讲 它比人参要平和得多 所以对这个虚症 用这个西洋参 比用人参 会安全地多 从这个药性上 我们这个西洋参 它是性是平和的 并且它微苦 微苦它还应该能清热 所以也就是说 有的时候 阴虚的患者 你用的西洋参 也问题不大 所以我们说西洋参 是补气养阴生经的 它和人参 偏于补气是不一样 咱们问问菜子 你刚才不是说 家里面有西洋参吗 你自己用过吗 我们家里是那个 切成一个小片 切片的 对对对 本来就切成小片了 然后就经常就是 比如说 怎么做 想起来了 就含两三片 一般吃的都会像菜子提到的 有含着吃的 还有拿这个泡水 甚至我见过 就是拿它炖汤的 对 那到底哪一种方法 能够更好地发挥 西洋参的药效 来帮助我们补气 最简单的 最这个方便的 就是我们现在 好多这个西洋参含片 你含下去了 就比较比较方便 是吧 那我们没有这个 西洋参含片的时候 我们这个泡水喝 是最简单的 是 那根据你的体质情况 有的人啊 这个偏于一些 这个阴虚内热的人啊 他可能这个口干 口渴的状态 更严重的时候 我们介绍的这个 养阴润肺瘾 就是再配上一点 玉竹啊 麦冬 玉竹和麦冬啊 对这个肺音 玉竹偏于走胃 麦冬偏于走肺 所以养肺胃之音 配合着西洋参 它就真正起到 那个滋音清热的 那个作用 这个特别适合 那种常用人群 就是什么老师啊 主持人啊 平时就是代茶医 歌手啊 对 都可以 其实刚才咱们也提到了 这个西洋参呢 在家里的做法也比较多 含着吃啊 泡水喝 都非常好 除此之外呢 做汤呢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究竟怎么做 让双合搭档 来给你推荐一下 好的 小鸡 胡老师啊 这个西洋参 咱们还真是 有这个含浮的 也有这个泡代茶饮的 对 真是做菜啊 还真没听说过 你今天给咱们 带来个什么菜 今天我们就做一道 西洋参 炖水鸭 炖水鸭 对 为什么要选择鸭呢 因为鸭肉呢 它本身是咱们这个肉食里边 唯一一个属阴性的 或者说属于粮性的 因为我们经常说 这个鸭肉可以滋阴 对 所以它就是说呢 我们选择鸭肉呢 可以温补气 平衡地来补 对 本来就是我们适合 吃这个西洋参的人呢 本来就是可能会偏 主要是怕它会太燥 对 所以用它来中和一下 搭配鸭肉 对 我这里边呢 还准备了一点白菜 这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白菜要入进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加了药材以后 这里面 特别是加了西洋参之类堵的东西 里边呢 油不能多 用白菜呢 把它的油 吸油 吸出来 所以呢 我们要加一点白菜 再要在炖鸭子的时候 你讲话呢 就是我们在炖这个鸭 炖鸭子的时候一般都是 口味比较重 对啊 那么今天呢 我们这个要吃它的轻炖 怎么样来炖 实际上这个就是在我们 在鸭子事先处理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怎么处理呢 我们可以呢 放什么呢都 放一些个 你比如说香菜根 还有像胡萝卜 还有像我们所说的橘子皮 就是这些味道比较重的 用它们呢 跟这个生鸭子 生鸭子一块呢 放在一起呢 把它一起抓一抓 抓完了以后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鸭肉呢 放在凉水锅里边 一焯水 凉水锅下锅 然后一开锅以后 把它捞出来 然后把血沫的洗净 再去炖 那么这个鸭肉的这个异味啊 就完全没有了 我们吃到的就是鸭肉的 一个清鲜味道 已经是先处理过了 对对对 先处理过了 然后呢 我们下上白菜 再加上什么呢 再加上我们泡好的 这个西洋参泡的时间 可以短一点啊 泡上有那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泡半个小时 对 这样让它这个温性的东西 与良性的东西 一起去炖煮 炖煮完以后呢 它会对我们补气来讲 会非常的平复 你看 这样我们放上西洋参 放上白菜以后 然后我们把它 这时候可以稍微调一下口 加上一点盐 一点白糖 提鲜的 这个白糖是和味增鲜的 非常少 非常少 看就这一点 对 要绝对不能体现出 这个白糖的味道来 然后我们这样 把它 看这个火候就是这样啊 还是一样的 非常小的火候 这样在炖煮多长时间呢 炖煮一个小时 这样我们这个鸭肉 炖出来以后 是清香四溢 而且可以达到 我们平衡煮气的 这么一个作用 而且炖出来的这个汤呢 也是清汤 对 也是清汤 能够清澈见底 那现在这个时间差不多了 现在已经闻到 这个鸭肉的香味 对 实际上现在我们就可以 关火出锅了 好 这样做出的鸭子呢 它就丝毫没有 我们所说的 那个鸭子那个意味 而且吃起来是 很清鲜爽好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还能够为我们补气 有资料的作用 有于我们身体的健康 这是更重要的 太香了 天哪 这个鸭肉太好吃了 我就真没想到 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 这个凡是吃到鸭肉的味道 一定就是和其他 重口味的东西 联系在一起 但是我没想到 清炖出来这个味道 也这么好 对 关键是方法 完全是肉香 那我现在我再来尝一尝 这个西洋参吧 西洋参也是可以吃的 对 这个时候 你吃它的味道 已经没有什么药味了 所有的 它的药味 全都融在了汤里边 完全就是很淡很淡的 有一点点淡淡的苦味 我来尝一尝 这个鸭汤的滋味 其实还是能够闻到 这个西洋参的味道 淡淡的这个深味 哇 这个这一道汤呢 真的是虽然没有放 一点点的这个味精 仅仅是靠糖和盐来调味 但是呢 我告诉大家 这个滋味非常的鲜美 这一大碗 我吃了一点都不困难 这个汤汁里面呢 我们可以尝到这个鸭肉 它的这个蛋白质的这个浓香 还有一点淡淡的 这个西洋参的味道 但是呢 这两者的味道 结合的特别好 一点都尝不到 这个鸭肉本身的 新山的味道 这一切呢 都要 谢谢我们的何老师 谢谢你 何老师 谢谢 不客气 小气 好 谢谢两位 好想喝一碗 不喝呀 在这都闻到香味了 那刚才咱们说到三味药 人参呢 是大补元气 补五脏之气 那这个西洋参呢 比较平和 你要是上火 就特别适合吃 除此之外 还剩下一味药 黄鳍 黄鳍 对 那到底什么样的反应 出现的时候 更适合用黄鳍呢 或者您是什么体质 更适合用黄鳍来补气 看下一题 那哪一类人适合用黄鳍来补气 你知道吗 我们来看是肠肠腹泻的人 咕嗽的人 还是爱感冒的人呢 来 大家请对应选择 我觉得相对比较靠谱的可能是肠肤泻的人吧 腹泻 因为腹泻会气虚 今天我们说的不是那个补气吗 黄鳍也是补气的 好那咱们来看看大家的选择如何 什么样的人适合吃 我们厂上一百位观众觉得 常常咳嗽的朋友更适合吃 哪位观众选择的是这个答案 请举手示意我 这边的观众 我也经常咳嗽 我有的时候看见感冒药里头 咳嗽药里头 他嗓子就有点 有一款那个黄鳍 有一款 有一类黄鳍 就是在药方当中看到的 对对 那到底适不适合于您 待会我们要请教一下专家 好吗 来看一下专家推荐给您 当您出现的是 这里是由无限级独家冠名播出的 健康之路节目 看一下专家推荐给您 当您出现的是 什么反应呢 经常感冒 那我们请教一下高教授 咱们还是先回应观众的这个问题 如果像五号观众经常咳嗽的话 到底适不适合吃黄鳍 合适吗 经常咳嗽 如果是气虚的咳嗽 慢性咳嗽 是可以吃黄鳍的 有 但是好多咳嗽的患者 他有些这个 他是阴虚有弹热 他就不适合吃黄鳍 还要分清楚 对 还要分清楚 实际上这个我发现我们这个 这个选择 这个选择题啊 真的是让大家很费脑筋 这个腹泻的人 刚才这个太子也说了 是吧 腹泻的人 往往就是脾虚了 是不是啊 脾虚了也是可以吃黄鳍的 但是要是说这个腹泻的人 他有的时候他不一定是脾虚了 他可能是这个阳虚了 他也可能是长期失邪停滞 失邪很胜 或者说是甚至有些这个慢性的这个菌粒啊 肠炎啊 他这个有湿热的表现的时候 所以在他发作期的时候 都是不可以吃黄鳍的 所以还是这个类别要分清楚 感冒 一般的讲都是鸡表不顾 对外界气候的这个适应能力差 所以这个时候 往往我们说都是叫个肺气虚 叫做胃表不顾的 那么而黄鳍走肺走表 他对这个经常感冒的人 提高他的免疫力 补气 让人家这个体外的这种保护的这种能力 就是咱们把它叫做胃气的这个能力 让他增强 所以这个最佳的答案 应该是常感冒的 就像我们身体说这个人 你要是爱感冒啊 这肯定抵抗力就特别差 相当于黄鳍是能够巩固 我们身体抵抗力的一个小药 对 黄鳍呢 我们都知道好像 我觉得好多人都知道 就是有一种药叫做预屏风伞 这个预屏风伞啊 对我们这个预防感冒 是非常好的一个药 我们说这个预就很金贵 对不对 这个屏风就是 我们说挡风挡在外边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效果 非常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预防感冒的一个好方式 我们看有黄鳍白竹和防风 用2比2比1的这个比例 把它盐粉 完了以后是煮着喝着 所以一到换季的时候 我建议我们这个 这个中老年的患者 或者是我们这个小孩 要经常地吃一点预屏风伞 小孩用量上 是不是会有减量的 对小孩是要减量的 那除了就是刚刚您说的 比如说治疗感冒 流行性的 我们可以作为预防之外 还有哪些人 他适合用黄鳍来补气呢 黄鳍它主要是入肺经入脾经 只要是肺气虚和脾气虚的人 都可以用黄鳍来补气 那就是你刚才提到 脾虚和肺虚的人 可能有人就说 我怎么能分清出来 我是脾虚还是肺虚 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反应会出现 那么肺气虚 它就会出现一个 一个是没有力气 另外就是气短 就是表现在肺上 表现在脾上 可能就会出现 你这个消化功能的问题 四肢无力的问题 总起来还就是一个 乏力气短的问题 另外在基表上来讲 这个气虚了 基表不顾了 就容易出汗 这不叫自汗吗 容易出汗 这都是由虚的这个表现 另外肺 它还有一个功能 叫通调水道 就是我们水液的这个代谢 除了是由肾管 由脾来管 和这个肺也起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当肺气虚的时候 它也照样能够因为 它这个代谢水液的功能不行了 我们中医叫做什么 叫做通调水道的功能 起变化了 所以就容易出现水肿 所以乏力气短 自汗水肿 都可以用黄芪来治疗 但是辩证必须是 废气虚的时候 其实今天高教授 给咱们大家带来很多的药材 咱们再看看 今天您应该也带来了黄芪 是不是 对 我带来了黄芪 这个 这一盘是生黄芪 生黄芪呢 就是把黄芪挖出来以后 晾干了 洗净了 切成这个银片 就是这样的 这一盘呢 是制黄芪 那制黄芪呢 就是把它切成这个片子以后 用蜜来炒的 我们中要讲炮制 炮制完了以后 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 这个生黄芪呢 沥水 我就这个曾经有一个患者 他是这个肾炎 慢性肾炎这个腐肚 表现出来的就是 这个炎面四肢都肚 但是最严重的是 这个腰一下都在腿 腿重 考虑到肺脾性三荡的这个关系 这个肺气虚 对它这个水道通调的这个作用 所以在这个方子的基础上 我就大量地用这个黄芪 结果呢 结果腹中很快就消退 就是最普通的这个黄芪 用对了就有这么大的作用 对 所以这个黄芪啊 这是生黄芪 那制黄芪什么时候用啊 这个制黄芪呢 主要是走理 它不脾气 不脾气生羊 我们有好多胃下垂的人 肾下垂的人 还有脱缸 子宫脱垂的人 那么这个制黄芪是必选的羊 可能相对来说 大家比较熟知的是生黄芪 用来煎水 那这制黄芪怎么来用啊 能不能够做出美味呢 把难题交给双合答答 好的 小鸡 胡老师你看 我手里的这个就是 这个制黄芪了 对 那么像这样的制黄芪啊 如果我们在家里要做一个 什么药膳啊 或者是甜点啊 有什么方法呢 那我们用这个制黄芪呢 是因为它要补气 所以一般制黄芪我们补气 都做一个饮品 做饮品 对 就像漆茶一样 对 就像漆茶一样 那么如果说我们稍微一加工 它更好喝 也更能够呢 达到我们补气的效果 那快告诉我吧 对 要做什么 咱们呢 实际上这个呢 就是很简单 我们跟什么来配呢 跟枸杞来配 枸杞 对 为什么要跟枸杞配 因为枸杞呢 本身它的补血的功能也很好 这样呢 既补血又补气 这两种 气血双母 对 气血双母 这连带的 所以呢 补血的同时补气 这是最好的功效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制黄芪 事先用凉水 浸泡 对 浸泡 浸泡的时间越长越好 为什么呢 让它的整个的里边的 养氧成分 充分地融到水里边 这样我们缩短什么时间 缩短在火上的 煮制的时间 所以你看我这个枸杞呢 也是泡了很大时间 咱们把这两点东西 放入水以后 基本上它们两个量 是一比一 小火煮 就是让它刚刚一开锅 就可以了 煮制多长时间 煮制十分钟左右 然后里边呢 加点什么呢 我们要先加一点白糖 一点点糖 对 少加一点糖 这么大一锅 您才加一勺啊 就加这一小勺糖 就可以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样的让它的甜味啊 跟什么香融合呢 一会儿我们还有一个甜味的 还有一个 对 然后把它加在里边呢 它的味道才是一种 中和的一种甜香味 待会儿呢 还有一个秘密武器 没错 这时候呢 别看我们是一个饮品 是吧 也不要把它给忘了 盐 又是要加盐 这是为什么呀 对 加盐呢 也是为了让它吃起来以后呢 比较能够让人能够接受 也就是说呢 能喝着这个 这个枝黄芹和这个枸杞的 这个饮品呢 调和它的味道 不腻 吃起来以后呢 这个喝起来以后呢 觉得喝的比较香 比较好喝 也是为达到一个味道的作用 所以呢 但是千万不要多 就一个小勺尖就可以了 连一克盐都不到 实际上这样呢 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关火 关火以后呢 为了更好的达到 能够马上就喝的 这种效果 我们可以先少来一点 少来一点呢 可以既不放黄芯 也不放枸杞 然后呢 我们割在碗里边 迅速地一摇 晾凉 这样呢 它马上温度 就会降到六度度左右 然后我们下入什么 刚才所说的秘密武器 就是我们的蜂蜜 蜂蜜 少来一点蜂蜜进去 而且您特别强调 降到六十度左右 这是什么原因 因为蜂蜜呢 它六十度以上 这个高温以后 这蜂蜜的营养成分 就会流失了 就会被高温给杀死 所以它的甜味呢 也不浓了 所以我们蜂蜜的使用呢 要在六十度以下 对 然后我们把它调和均匀 所以您刚才 为什么要在里面 加一勺糖 主要是为了 让它的味道和蜂� 多喝一下 对 这样你喝这个水的时候 然后它就基本上 你就喝不出什么 黄蜜的味道了 我单给你调一点 然后呢 我再把这个整个倒出来 还是有这个淡淡的 这个黄蜜的味道 对 肯定要有淡淡的黄蜜味道 但是可以 完全可以让人来接受的 一种黄蜜味道 尤其在喝的过程当中 你看我们这个 盐 糖和蜂蜜 这三种调味料的一个配合 结合得非常好 对 这是在这个 做这个饮品里边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制黄蜜枸杞饮 喝起来 味道很香 作为一个 吸血的饮品 应该非常好 没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的 韩雹 白 出门